15岁洗车赚钱,成名后却遭父母陷害。 36岁的她如今活成少女,还买下一个岛。 原标题,15岁洗车赚钱,成名后却遭父母陷害。 36岁的她如今活成少女,还买下一个岛。 来源,民宿头条,Mines Literature。 近日歌手2的第十期结束了。 张韶涵的一首《再见青春》。 再次引得现场观众泪流。她说在这首歌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跟青春告别。 我们可能会被以往的精力牵制住。 但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有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我们最看重的并不是以前的东西。 而是未来。 比起去怨恨,她更珍惜现在。 这一生,坎坷波折。 但她不曾害怕,更不曾绝望。 在她第一次站上歌手的舞台上时。 在她微笑着吟唱《梦里花》时。 她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布,她回来了。 或者说,她从不曾离开。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张韶涵。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张韶涵是天生的歌手。 毕竟她在舞台上的样子。 就如她的名字Angela一样。 是个名副其实的天使。 然而事实上。 儿时的张韶涵却是出了名的舞音不全。 她出生在台湾一个小县城里。 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张爸爸做生意,张妈妈开餐馆。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张妈妈之前是合唱团成员。 在家时,总喜欢给孩子们唱歌听。 舞音不全的张韶涵正是受妈妈影响。 才爱上了唱歌。 。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她每周要去两三次KTV。 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 就这样,硬是练出了个好嗓子。 九十年代,台湾兴起了移民热潮。 爷爷便卖了地产,资助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 。 可移民后的生活。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般惬意。 父亲本就有心脏病,在遭遇生意失败后。 很受打击,不能继续工作。 年仅15岁的张韶涵。 开始半工半毒,但其养家的重担。 洗车,卖牛肉面,卖衣服。 只要老板肯雇佣自己。 什么藏国累活。 他都可以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餐厅做搬运工。 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很瘦弱。 不足70斤却拖着40多斤的面粉来回跑。 手上磨的全是血泡。 拿筷子吃饭都十分困难。 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含苦含泪。 他想帮父母减轻负担。 也希望弟弟妹妹可以安心学习。 有时,他同时打好几份工。 回到家,说话的功夫就睡着了。 。 张爸爸和张妈妈那时还是很爱他的。 知道他忙打工忙学习。 但还是常常一个人跑到海边练习唱歌。 为了支持女儿学音乐。 张爸爸便卖了所有家当。 。 张韶韩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他更加努力地练习。 只要有比赛,他就去参加。 他把父亲变卖的家当一见现赢了回来。 。 他知道他不光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要靠这些比赛的奖品奖金。 。 贴补家用,养活弟弟妹妹。 。 17岁的时候,在中广流行之星的比赛中。 张韶韩获得加拿大赛区第一名。 。 起初他参加这个比赛。 也只是为了丰厚的奖金可以贴补家用。 。 但没想到却成功签约了经纪公司。 。 签约之后,由于学业原因。 他一边在加拿大读书。 一边接受专业的歌手培训。 几乎没什么时间休息。 但他还是努力挤出时间去服装店上班挣钱。 。 。 2001年张韶韩结束学业。 回到台湾发展事业。 。 除了做歌手以外他还演戏做主持。 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姐姐,是长女。 要养活弟弟妹妹,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2003年,张韶韩与霍建华合作主演。 爱情励志偶像剧《海豚弯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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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女儿。 可知道她病倒了,她才知道。她的爸妈和别人的不一样。 自初到以来,张少涵一直把钱交给妈妈。从未过问过钱的事情。 后来张妈妈传出出轨妃文,与张爸爸离婚。她也从未想过自己的妈妈。 只因为自己不同意她的恋情,就趁自己生病卷走所有钱财。 更没想到曾为了她变卖家当的爸爸。会和前妻一起陷害她。 吸毒,弃养父母。一瞬间让张少涵从正能量歌手。 变身成为负面偶像。一步之遥的天后之位从此无望。 她不明白。父母怎么可以为了钳制自己于死地。她可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张少涵出面开记者发布会澄清事实。面对无数媒体的拷问。 她理智地拿出自己的尿检报告以正清白。但在说到家里的事实。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落泪。 那时,没有人心疼她。大家只是一味地逼问着她。她小小的一只。在人群里,像带宰的羔羊。 我只当那段时间是噩梦。梦做完了,就别把情绪带到其他地方。 有些人这样,不代表全世界都这样。 不代表全世界都这样。 负面新闻缠身的她。丢了好几个广告合约。 公司也暂停了她的所有工作。她一边和父母划清界限。一边和公司打官司解除合约。 第一条期时,记者采访问她。有没有被合约纠纷及父母的控诉击倒。 张韶涵说,我有弟弟妹妹要照顾。我有机会哭吗?哭能解决问题吗? 她背着一身的负面新闻。想要付出十分不易。 本是可以成为一代天后的人。却担心在一些电影电视剧中做。 仅仅只有几分钟镜头的配角。 她热爱做歌手做演员这份事业。但就像她说的。 她需要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她要保护好他们。 她开始做投资。2013年1月,她推出自创女鞋品牌Temptation。 首次跨界设计女鞋。没想到却获得了不错的房响。 她自己给自己做模特。月营业额上千万。 同年,她又在加拿大开了自己的眼镜店iSpy。 并成立个人音乐品牌天涵音乐。亲自出任CEO。 现在妹妹张韶轩是公司的负责人。 2015年年初。张韶韩送给弟弟妹妹。 移动位于上海静安区约三千多万的房子。整个装修都是由自己亲自把控。 弟弟妹妹是她坚持过来的精神支柱。所以她要努力,给他们最好的。 同年,张韶韩在美国买了一座小岛。这是她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正站在我的梦想上。建造一片属于我的海洋。 。 经过一年的建造。张韶韩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一方天地。 在沙滩上沐浴阳光。感受自然的温暖美妙。 躺在椅子上尽情地放空自己。不在意外界地纷纷扰扰。 那座岛。 那座岛是她自己的心灵之岛。在那里。她可以尽情地哭泣尽情地笑。 而今她站在了歌手的舞台上。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演唱。 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告诉大家。她依旧是当初那个热爱唱歌。坚强勇敢的姑娘。 。 今年,她36岁了。 却还是像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眼神清澈,好像从未受过伤。 。 这些年,究竟有多少心酸苦楚?只有亲自经历的人最懂。 但她是Angela,是天使。她会在一片伤痛中,开出最纯白的花。 。 来源,名宿头条,本文已获得授权。值班编辑。 猜你喜欢?高晓松的书馆开了。没想到,杭州人最爱看这些书。 。 杭州这家饭店要火。舌尖导演连点三盘油闷损,第二天忍不住又去了。 。 这条聊天记录,我舍不得删。 6万网友跟帖评论,第一条就看哭了。